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湯怡 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樣 上YouTube看不懂的影片作《運動》 其實很多影片都會分出 初学者、中級或難度非常高 我自己試過很多不同的影片 有些難度真的非常高 有時我會跟不上 又或者做到一半會想放棄 我相信這個情況 很多人都試過 所以接下來我就會拍一系列的影片 可以針對不同的部位 就算初學者都可以應付到 或者你放了光很累回到家 你也是抽少少時間 你持肢移行就可以改善到你的線條 我們一起開始 來吧 這個動作將雙腳曲起離地 記得收緊個腹 用腹的力捲個人上去 把它摔在上了 這個動作一樣躺在地上 雙腳曲起 用腹的力量將人微微地升起 雙手輪流地點腳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休息的时间大家可以慢慢深呼吸 准备下一组的动作 这个是平板支撑 手伸和肩膀要成一直线 双脚要拉直 起步位不要跌下去 但也不要太高 收紧个腹 一开始的时候 Plank这类动作很容易会因为体力不足放弃 所以我们一定要一起加油 继续做一定会成功 这个动作手掌是在地上 手掌和肩膀承一直线 双脚伸直 记住屁股位不要跌下去 其实这个动作不需要做得太快 慢慢双脚开合 这个动作是想练一练的执腹的 双脚提起90度 腰要伸直 双手连人转到右边 再转到左边 双手连人转到右边 双手连人转到右边 这个是Side Roll 就是将左脚的膝蓋在地上 一样和肩膀承一直线 右脚放出去伸直 双手放在头后边 右手搬大个人摺到右边 右手搬大个人摺到右边 好 我們做另一邊了 一樣有膝蓋在地上 和肩膀承一直線 將左腳伸出去 雙手放在頭後邊 左手肘帶個人摺去左邊 我自己始終不是一個專業的教練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動作 都可能不是做得那麼漂亮 但透過每一天的練習 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進步 手把擦擦 一樣手肘和肩膀要成一直線 這位置不要跌下去 要盡量升上去 你看到我的樣子開始變了 因為做到這裏很累 真的很正常 大家加油 好累 終於到了最後一個動作了 大家跟我一起撐住 好我們轉到另一邊 加油 大家做運動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像我一樣 拍下整個過程 之後可以找到自己有什麼位置做得不好 下次就一定可以做好一點 繼續努力 平時我做最多就是腹部的運動 因為我自己很著重腰線條 可以多穿不同類型的衣服 大家跟我一起找回自己的小蠻腰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個鐘仔 下次再見